大家好,歡迎來到《講經老》這個頻道 成立這個頻道的目的,最主要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波經》和《馬經》 如果你覺得我們的內容幫到手,又或者喜歡賽馬,喜歡看球的朋友 記得按訂閱我們這個頻道,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這樣就確保可以收到我們最新的資訊,多謝大家 之後想跟大家聊一聊,第五場賽事 四班一千米,從A加三跑爛,開包時間是3.05分 又馬威妙星,熔天鵬馬放王俊騎一檔,33磅 上了三班,有兩次都等前走都輸回來 要拿回四班繼續競賽,這次買四班都很準的 其實四班上季跑了幾次?一千? 跑了田草,只說一二三 一、二、三、四 五次? 四次一千,對不起 那叫做一Q一個P,都準成 之後再轉去跑谷槽一千 就開了鎖贏了,然後進了一次Q,還有擺第四 那這隻馬夠前足,等前走的,這次唯獨是叫跑一千抽到差點的檔位一檔 如果這個一檔換去跑馬地,又變相很好跑 又用王俊選擇一些磅,那會不會是用天盤繩給王俊的一隻被他開齋的馬呢? 我覺得這些馬落到四班極具威脅的 而且等前走,後面的馬都不算太厲害的情況下,會不會有機會有力頂到一直回來呢? 二號馬風流人物,希斯瑪、黃、涉恩,騎四檔一百三三磅 那這個風流人物呢,上季初出叫做是威是勢,那今季呢 叫做第一次出,那不知道會騎成怎樣呢? 因為他上季初出就贏了四八千,叫做後面追上來的走勢都挺誇張 之後莫萊拉繼續騎,跟前少少走入Q 之後升上三班之後好像沒有反應,那現在又落回四班了 那看回這隻馬,叫做試了四貨閘的,那重化那兩貨沒什麼特別,我不太特別說了 11月27,試了一貨跑馬地一千的閘的,那輸給那隻浪千歲勝不驕 那二百米叫做退出一點,然後沒什麼威脅下,然後有個第三排 之後看回沙田一千的那貨草地閘,那貨是蝕恩時的 那風流人物就入Q的,那他沿途等前走,那之後給那隻希望,他過了 之後跑第二回來,那狀態都不錯的 那今次抽到四檔,用蝕恩,那我覺得這些馬都可以繼續跟進 不排除他不會自己放頭,找個遮擋,然後入直路和你衝一段 那我覺得這些馬,這樣的跑法會更加適合 那所以我覺得這隻風流人物都要兼顧著 三個馬海豚星,隨於石馬防陳佳琦5,擋了17磅 那這隻上場一出就立即贏了,等前走潘頓 潘頓那場呢,其實這隻海豚星都叫做騎得很好表現 但是那場呢,不是很強的組別,只是一大堆側身馬在 都不是很適合的馬,你看過石破天驚,電路7號等等那堆馬,都是贏的 那上場不是強的組,這次來到這組,又應該用回那招等前走 用陳佳琦減7磅,又叫做減少少分 那我覺得這些馬,都是要兼顧著 這1,2,3,這3隻都很像惡勢 那再對落看看,之後有什麼好一點的選擇 四號馬氣旺區,方家柏馬,防莫萊拉,其實3檔,1,26磅 那這隻呢,試了3貨集,初出馬 那重化第一課,11月15號先,看上去不錯的狀態 之後慢慢跟前走,贏了回來的 那11月29號那課,又是重化閘 那叫做跑過第三回來了,又是出閘慢了些,順著走 可能雜雙這隻馬有些問題,出閘比較差,看了兩課閘 那12、14號找到莫萊拉,試了貨1千米的沙田集 那貨贏了一隻風流人物 那這隻風流人物說到這麼惡,都要兼顧著 那我覺得這隻喜王區初出,都應該要兼顧著 那6、4的檔位三檔差一點 那通常那些質身馬試,雜試下去都蠻好看的 那跑下去是不是有這樣的跟兩呢 始終3歲馬還生,我覺得太熱就不應該捧 那最多連贏位,覺得這些拖著 因為我不看到後面8至14號大碼那些馬,有哪一隻很選擇 5號馬精選威,雷劍威馬馬騎14檔,1.26磅 那14檔是好檔位,跑直路 看回3貨閘先,11月18重化閘的 那貨重化閘,他跑第四回來 然後跑的,沒什麼特別的,走勢不太差 然後呢,第二貨試了貨 12月2號,又是八百米重化閘 那贏了回來的,一放到底 那4隻馬而已,沒什麼特別的 那贏了一隻蒜頭滿色,贏了一隻日生月主 然後贏了一隻威武覺醒 那12月14號回沙田試過貨 那就跑第四回來的 同組就輸了一隻血旺驅 跟輸著風流人物 那... 他都放到有些得手的,但是就... 都還是不太貫注得到 那我覺得這些馬就... 四重彩值得拖一票,看他的走勢 都...都像樣的這些馬 6號馬超班,苗里德馬防火人星騎8檔 126磅 那...爹地走了,他也有其他連馬師支持一下 方家帕都很支持他,阿妙有給他馬騎 那說回這隻超班 那...都是初出馬來的 那試了三貨閘 11月23日 就試了貨沙田的泥閘 1050 那一場就跑過去,跑過第四回來的 對... 然後... 沒什麼特別的 走下去都一般的 12月7日 我欺威心又... 又頂手了 試貨千里的泥閘 那... 那一場就跑過第五回來的 那... 那... 不喜歡的就是他沒有段期下去 沒什麼看的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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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尾獨試這個想法 那... 八檔不錯的 那... 我覺得這種可以等前走的馬 我們四重彩 拖他一票 那... 最主要是因為... 那兩隻呢... 那些放頭兩隻呢 抽到的檔位是差些的 你看看一把海豚升五檔 那... 那些威妙星一檔 那... 八檔都值得拖得住 七號馬投資有利 蘇維爾馬防洋明倫騎2檔126磅 這隻比較差 看回它這麼多貨重化閘 都算是很麻煩的 不詳細多說 這隻反而奇怪 四歲馬 但騎上去 還自亂過剛剛四五六那三隻質身馬 所以 沒辦法 這隻投資有利 閘我就不詳細評 但我覺得這隻馬就難得到 八號馬大武士 審習成馬防洋明倫騎9檔15磅 這隻大武士 跑了幾次 菊草又再回到沙田 他這隻 今季 贏了一場菊草1,200 我看他跑1,000 就是田草1,000 是不是一般 好像都沒什麼 交收過 要數回 一般他贏了1,000 說的是前季 就叫做 跑過黏地 贏了 回來 後追 對 我自己覺得這些馬 你跑開 菊草 贏到的 是不是應該瞄著菊草那邊發展呢 還是菊草太多好手 難跑呢 來到這裡 有這麼多 一至六都會有這麼好選擇 但是沒事 我就未必兼顧到 但我覺得這四重彩可以拖 拖他一票 因為定期這些會撲近的馬 但那些說連贏位 那我不如 櫻荷包下去買 不如試試一些質身馬 好過 9號馬電路7號 高東尼馬防風明輝 12袋13磅 那這隻電路7號 就 剛剛今季 就 跑了一場 沙田1,000 等前走 捱到第二回來 開羅日 那12月8號 就跑了一場 菊草1,000 等前走 捱到第三回來 那 這些馬 也是會等前走的馬 但是 我覺得來到這組 前速未必夠 剛剛那堆這麼快 所以我覺得 如果他守好位的話 有機會都可以撲近的 那 這隻我就覺得 機會比大武士來得好一點 所以我覺得這些馬 四重彩都要兼顧著 10號馬 影侄 葉楚和馬 逢良監俊 11檔19磅 那這隻就邊線一點 我覺得跑了一千 就一般 不太適合他腳程 長一點 我覺得這些馬 所以這隻馬 就不跟進他住 11號馬 美利歡夫 蔡若翰 10檔18磅 聖誕賽這隻都贏到 那真的沒辦法 真的什麼都擋不住 看來這隻美利歡夫 過來跑一千 我自己覺得 就 不是很適合的 我覺得這些馬 都是跑回轉彎的路程 好 他應該都是想著 讓他試試試看 這樣 那等前走的馬 但是我覺得 他前速應該未必夠 剛剛我講過幾隻這麼快 所以這場 我就沒有選到他 12號馬 吉利大勝 高拍新馬 房蔡明雪期七檔 184磅 那吉利大勝呢 我自己覺得 那這些馬 四班 是不是真的很難跑呢 是會連回撲近的 但是都要好看 形勢好看制宇 那 弱組的 就有機會給他 叫做上一下名 你看回他之前 跑第三個次 頭馬閃電列馬 威妙星 是的 其他那些 你再數下去那些 都真的很邊線 什麼發營起 啊 有主義啊 閃電俠 精靈永俊 這樣 然後 你看他跑第 跑第四個場 跑第四個場 那一場 那一場呢 等前走的 輸重草成名 輸有主義 輸龍東全城 那 都不是很厲害的馬 遇到弱組 就會好跑一點 那我不會說這組是弱組 因為我覺得那些側身馬 都好像有些東西看 雖然上場 那一場我也是這樣 即石破天驚 那一場我都覺得那些側身馬 有些東西看 結果騎下去都是失望了 那幾個側身馬的情況在 那我寧願暗袋去搏那些 都未必是選這隻吉利大勝 十三號馬 特登 賀良馬防黎可榮 其實十三當一八十四波 特登呢 其實四次四次都是雙位數字 那 看個小就像一千 適合腳情跑的 但是這隻馬騎下去都不太追 那 所以這些不如等六班才再想 十四號馬 大道之間 鄭俊的馬防黎可榮 其實六檔一八十四磅 那這隻跟剛剛那隻情況有點一樣 那 騎下去都是 暫時沒有東西看著的 那叫做 試過新徒程過來跑 填了一千 那我覺得這隻馬 是不是跑那麼短的馬來的呢 我覺得這些就不是跑那麼短的馬 而且四歲馬 那 對 這隻馬不像是這麼快熟的馬 對 那可能 這個總馬 四歲我覺得都可能比較輕 不如等他下班 拿多些競賽經驗才想 因為這些蒙眼 就是 轉過來一千 我覺得真的很難變身 是的 這場馬四重彩 假馬範圍 我覺得 都多的 1號威妙星 2號風流人物 3號海豚星 4號喜旺區 5號精選威 6號超班 8號大武士 9號電路 7號 12號吉利大勝 那四重彩假馬範圍是這樣 排序版 那我要回四號馬 喜旺區走頭 那我覺得這隻馬 質素有在 那 市集又多漂亮 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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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會有更加好的表現 我覺得 他不是四班的馬 呂 四二選了 之後要回 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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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6號碼超班 因為看來幾個閘 等前走威力很大 所以這場八檔 預計埋難的是他 會不會讚賺起來 可以有機會衝得贏呢 或者甚至衝入Q 或者甚至贏得到呢 這個我自己覺得都是一個復兵 選了426 之後想要回1號碼威妙星 威妙星是檔位差一點 翹後慘手一點 但是下班呢 我覺得有點威力在這裡 不可以看少的 黃俊榮天鵬很少交收的 這些可能是否給他機會想讓他開齋呢 4261 之後第五選就選了5號精選威 施襲狀態騎下去不錯的 都像是早熟的馬 這次的檔位不差 選回他 這場馬提供 42615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收看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的內容 可以按一下訂閱這個鈴鐺 然後可以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這樣你就可以最快最新收到我們的資訊 如果你有什麼想跟我們交流的話 儘管在下面留言 我們見到就會立即回覆你了 多謝大家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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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